香煎无咸草,会用是个宝,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带大家来认识洛葵鼠。 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洛葵鼠别称,藤三七,马德拉藤,羊洛葵等, 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钢洛葵科缠绕藤本植物。 形态特征,洛葵鼠长可达树米。 根状金粗壮。 叶片卵形至近圆形,顶端极尖,烧肉至叶生有蛀芽。 种状花絮,花被骗白色。 生长环境,洛葵鼠,洗潮湿,光照充足的环境, 入常生长在沟谷边和岸岩石上, 村庞强垣荒地或灌丛中。 主要价值 1.食用价值,洛葵鼠的叶片能烧可作为蔬菜食用。 可炒,凉拌,做汤等,蛀芽和快筋也可炖肉,炖鸡等。 在以前闹饥荒的年代,洛葵鼠的叶子被大量作为野菜食用。 可以说也是人们的救命菜之一。 2.绿化价值,洛葵鼠扩散蔓延能力极强, 可以用作地被植物,护泊绿化等。 3.药用价值,它的猪芽。 业绩根菌可供药用,全年可采收使用。 洛葵鼠的危害,洛葵鼠藤蔓生长很快, 可密集覆盖小桥木、灌木和草本植物, 威胁其他植物的生长和当地生物多样性。 洛葵鼠地上部分水溶液含有化感物质, 可以随于水磷融作用于其他植物。 发生化感作用抑制临近植物的生长, 所以对不需要它的地方一定要人工除草, 以免对其他作物造成危害。 好了朋友们,洛葵鼠就介绍到这里。 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,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